真洁的眼神 作者 彭晓明 播讲 夏秋年 第39回 毕各界人士声援 学运转为民运 时间还有十几天 应该继续拍照 一门心思完成组织上的任务 想到天安门的学生运动 海雄也真的放心不下 昨天他赶到北大校园 拍下了绝食宣言 我宣誓 为了促进祖国的民主化进程 为了祖国的繁荣 我自愿绝食 坚决服从绝食团纪律 不达目的 事不罢休 宣誓人 他拍下照片的时候 听见了广播中一名女生朗读的绝食书 在这阳光灿烂的五月里 我们绝食了 在这最美好的青春时刻 我们却不得不将 一切生之美好 决然的留在身后 但是我们是多么的不情愿 多么的不心甘啊 然而国家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 物价飞涨 官岛横流 强权高悬 官僚腐败 大批人人志士流落海外 社会治安 日趋混乱 在这民族存亡的生存关头 同胞们 一切有良知的同胞们 请听一听我们的呼声吧 国家是我们的国家 人民是我们的人民 政府是我们的政府 我们不喊 谁喊 我们不干 谁干 尽管我们的肩膀还很稚嫩 尽管死亡对我们来说 还显得过于沉重 但是我们去了 我们却不得不去了 历史这样要求我们 我们最真诚的爱国感情 我们最优秀的赤子心灵 却被说成是动乱 说成是别有用心 说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们真诚请求所有正直的中国公民 请求每一个工人 农民 士兵 市民 知识分子 社会名流 政府官员 警察和那些给我们炮制罪名的人 把你们的手举在你们的心口上 问一问你们的良心 我们有什么罪 我们是动乱吗 我们罢课 我们游行 我们绝食 我们现身 到底是为了什么 可是我们的感情一再被玩弄 我们忍着饥饿 追求真理 却遭到军警毒打 几十万民族精英 跪求民主 却被视而不见 平等对话的要求 经一再拖延 学生领袖身处危难 我们怎么办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情感 自由是与生俱来的天赋人权 但这些 却需要我们这么年轻的生命去换取 这难道是中华民族的自豪吗 绝食乃不得已而为之 且不得不为之 我们以死的气概为了生而战 而我们还是孩子 我们还是孩子啊 中国母亲 请认真看一看你的儿女吧 当饥饿无情的摧残着他们的青春时 当死亡正向他们靠近时 你们难道无动于衷吗 我们不想死 我们想好好地活着 因为我们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龄 我们不想死 我们想好好地学习 祖国还是这样的贫穷 我们似乎没有权力撇下祖国 就这样去死 死亡绝不是我们的追求 但是如果一个人的死 或一些人的死 能够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 能够使祖国繁荣昌盛 我们就没有权力去偷生 当我们挨着饿时 爸爸妈妈你们不要悲哀 当我们告别生命时 叔叔阿姨们请不要伤心 我们只有一个希望 那就是让你们能更好的活着 我们只有一个请求 请你们不要忘记 我们追求的绝不是死亡 因为民主不是几个人的事情 民主事业也绝不是一代人能够完成的 死亡在期待着最广泛而永久的回生 在生与死之间 我们想看看政府的面孔 是答复不理睬还是镇压 在生与死之间 我们想看看人民的表情 我们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 人将去以欺言也善 鸟将去以欺名也哀 别了同仁保重 死者和生者一样的忠诚 别了爱人保重 舍不下你也不得不别离 别了父母 请原谅 孩儿不能忠孝两全 别了人民 请允许我们以这样不得已的方式报效 祖国母亲 在这个自然的妩媚的五月 我们去绝食了 我们永远 我们用生命写成的誓言 必将请朗共和国的天空 海雄听了 觉得非常震撼 绝食本身就是痛苦的行为 再加上一位女同学 诵读出这样震撼人心的话语 那声音柔弱而又激昂 打动了所有在场的诗声 第二天 海雄在大街上得到一份传单 是农大的同学翻印的绝食书 朗诵的女孩名叫柴玲 海雄立刻把她保存了起来 广场上疯传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 即将访问北京的消息 严家齐 包尊信 钱李群 王鲁香等人 上街游行了 他们打出的横幅代表中国知识界 16号那天 北京的机关 科研 新闻 文艺 医务 企业的各界人士都组成声援队伍 上街游行了 海雄站在长安街上 标语口号 目不暇接 政府 你打算让学生饿多久 惜我学生 背我政府 声援学生有理 抗议政府无情 学生有好歹 人民不答应 整个北京在躁动 整个中国被震撼 连最听从中共中央指挥的党校 八大民主党派 以及佛教协会和基督教协会 也都加入了声援学生的行列 绝食的消息传遍了京城内外 广场四周不断进出的救护车 往返救护绝食团晕厥的男女同学 游行队伍的人数估计超过了120万人次 一边是绝食团高挂的绝食大旗 旗下公布了绝食团绝食学生的人数 3504人 其中32人生命危急 另一边北大广播台发布了消息说 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北京市党政军 干部大会通报实行军事戒严 有人已经呼吁大学生到广场和街道 阻拦军队 海雄早晨前往广场 老远就看到上海同济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 声援团缓缓进入广场中央 海雄感到无比的兴奋和骄傲 上海的学生队伍 护院妹妹的同学来了 他们的横幅上写着 我们不要白痴总理 垂帘听政何时休 瞎住 白痴总理是指李鹏 垂帘听政则是指邓小平 不仅仅是上海学生 天津 武汉 广州 兰州 西安 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 都开始声援北京同学了 广场上早已飘扬起各地学校的旗帜 贴满了各地学生的声援口号 海雄把这些画面都拍入了镜头 他注意到还有香港同胞 也开始活跃在广场上 那些港版的繁体字报纸 报道了法国 美国 德国和日本等国的 中国留学生也都在举行示威 声援北京同学 他们已经发动捐款 并希望跟广场的绝食团取得联系 全国的学生运动 乃至世界各地的中国学生都行动起来了 5月19号 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来到广场 登上绝食车看望学生 听说他含着眼泪对同学说 我们老了 无所谓了 因为连日来也有严明复等人来到广场与学生见面 大家并没有感到赵紫阳特别亲切 瞎注 严明复为时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 统战部部长 根本没有想到中央内部也有分歧 更没想到赵紫阳是站在学生一边 支持改革 支持抗争的 海雄在校园里遇到耿老师 耿老师脸色很难看 但是当面不说什么话 只是一眼神提醒海雄 海雄明白他的意思 无非就是好好干 时局动荡 正是你们表现的好机会之类的套话吧 可是校园里的同学们都在议论 戒严部队被老百姓堵在城外 咱们也开不进来 城乡结合部的道路上军车被阻拦 老百姓挡住军车 跟干部士兵对话说理 孩子们是为了反腐败搞民主 为什么要军队来戒严 铁路交通依然畅通无阻 外地学生继续源源不断进入北京 进入广场 北京市区的游行队伍更加声势浩大 超过百万甚至两百万 马路上到处看得见 人民送水送饭 捐款捐物的动人场景 海雄不断强忍住眼泪 拍下这些感人的场面 他的心里只希望自己拍下的这些镜头 多少也能打动相关的公安部领导 让他们知道 人民是多么支持我们的学运 人民多么支持反腐败 反官岛 海雄看到天安门城楼的毛主席画像被人污染 据说是有一些外地的来京人员扔上了臭鸡蛋 市政府的天安门管理部门立刻派人派车来搞遮挡 准备连夜替换新的毛主席画像 听说肇事的人已经被学生扭送公安局了 其实扔的不是臭鸡蛋 而是混合颜料 绝食团改绝食为静坐 广场上数以万计的人群 主要都是新进来京的学生 中央音乐学院的学生和五月天摇滚乐队到广场演出 广场上上万人同声齐唱国际歌 《我的祖国》 《血染的风采》 跟着感觉走和英雄赞歌 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从加拿大回国 却没有返回北京降落上海 瞎注 尽管在八九民运期间 万里的政治态度与立场始终不明朗 但由于他和赵紫阳长期的亲密关系 以及相近的政治主张 因此当时人们盼望他回国后 支持学生运动 没想到万里被安排转到上海 由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接机 并传达党中央的指示 5月27日 万里案指示在上海发表了支持邓小平的言论 并且在此后 从未发表过任何与邓小平 李鹏等人意见相左的观点 台湾演艺界的名人侯德健也来了 他也宣布绝食 海雄还看到一份传单 不由的猛然一惊 传单的题目是告便衣警察书 信中写道 负责特殊使命的警察们 你们辛苦了 在你们当中 许多人或是年纪与我们相弱 或是我们的老大哥 有些还刚走出校门不久 十多年前你们中的一些人在四五运动中大打出手 有些人十分后悔 相信你们是不会忘记这个历史教训的 海雄读了 不免思虑万千 自从考入公安大学 自己的未来就基本定了 将来就是一名国家的警察 入学以后 接触了更多的法律学和犯罪学的知识 眼界宽阔了 过去那种崇拜国家权力 羡慕军警威力的小男孩综合心理 逐渐淡化 代之以比较冷静的成人思考 特别是讲授法学基础课的岳老师 所提倡的法学冷峻思维 引起了海雄的兴趣 看到传单上的这些文字 海雄不能不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岳老师透露过一点 关于军警国家化和非党化的说法 但是很快就受到限制 耿水跟老师来消过毒 不断强化的说法 仍然是公安工作绝对服从党的领导 今天我还是公安大学的学生 可是我已经在从事一些警察的工作了 虽然我没有大打出手 但是毕竟是秘密的活动 四五运动完全是党内的斗争 我们的前任警察们 应不应该介入这些事物呢 海雄很害怕自己深入的分析 生怕得出什么反党的错误结论 但是海雄可以安慰自己的事 毕竟自己没有做任何对不起同学的事情 也绝对没有要想伤害那位好人胡耀邦的意思 不仅没有打过人 而且所拍的照片也都是真实的记录 而且从心底里希望看到照片的人 能够被自己生动真实的记录所打动所感化 绝食开始以后 每天的广场气氛都十分紧张 可是21日傍晚 海雄却无意中看到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婚礼 广场指挥部里忽然走出一群男男女女 他们高声祝贺李璐和新娘 在广场上举行公开的婚礼 瞎注李璐是八九民运中学生领袖之一 是总指挥柴玲引领着新娘新郎绕行英雄纪念碑一周 所有在场的年轻人都为这一对新人发出由衷的祝贺 谁都知道中学语文课本上 有一篇共产党人陈铁军和周文庸的刑场上的婚礼 如今广场上的婚礼伴随着绝食和抗议 别具一番意运 到底天门示威将如何收场 且听下回分解